过年快到了 很多民众要抢半年货 在台北南门市场人潮非常多 其中有位最亮眼的叫卖员 叫做巴宝妹 甜美嗓音和外形 她是要趁寒假打工赚一下零用钱 另一头在迪化街 也有穿低胸旗袍卖世子的世娘 也在网上引发热烈讨论 巴宝贝今天现在呢 要多为美照商店啊 人品牌只有养生又浮血啊 甜美嗓音亲切微笑 她就是台北南门市场最吸睛的 叫卖打工族巴宝妹 客人忙着掏钱 巴宝妹十分钟卖出五个巴宝饭 一千五百块钱入袋 趁着寒假打工赚利用钱 巴宝妹第一次叫卖就上手 我觉得多笑很重要 然后嘴巴甜一点 然后尽量把东西就是 把我们东西的优点说出来 然后就吸引客人买 他们通常就只会说 哇 妹妹你很漂亮 要看到她的外形 她的声音 然后她的亲切的态度 然后会介绍我们的东西 她不都最少要拿走 多出来两成 过年前一连叫卖七天 实行110块钱 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 巴宝妹随时自备猴糖 和矿泉水防骚瞎 同样主打正妹牌的年货摊商 还有迪化街的侍娘 在堆积如山的柿子饼前 穿红色低胸旗袍 露出深邃事业线 在网络上引发热烈讨论 有网友看到照片说 实在是太棒了 要马上去迪化街捧场 还有网友说正妹卖柿饼 这样就农产品就对了 过年倒数两天 年货大街抢生意 派出正妹叫卖员 希望业绩跟人气一样 红不让 最近顾线和赵伟台北采访报道